今天就和大家拆解一下HomeFlub的一些迷思 就是用你家的电网来做网络传送 200Mbps 实际真的用到 所以这一对用了一年半 没问题没坏 这一对是没什么试过用不到要重复 一年半试过一次 最右边这两只就是刚刚买的 这个是昨天买的 这个是今天买的 为什么突然这样买呢 今天就和大家开箱不同价位的HomeFlub 另外也说一下HomeFlub的一些迷思 在影片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按个like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先开箱的是TP-Link P7010P AV1000的速度 主要买这个牌子的原因就是因为用开 大家可以留意右上角的连结 我之前用开一对中阶的 就做个开箱和测试 暂时都挺稳定的 这一对我需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比较多的散热桶 之前那一对的散热桶就比较差一点 所以试一试这个散热桶会如何 另外看到是三年保养的贴纸 这一对吧 TP-Link 早年做的产品就比较便宜 和不够耐用 现在做回三年应该消费者都有些信心 解开箱 再拖箱 先看到有说明书 另外有一张保用证 上面有代理的名字 之后就是一对的Home Plug 最底下还有两条CAT5线 就是这么多了 安装亦都非常简单 先把我用开中阶的拆出来 再把我们刚刚开箱的平价货 插进去 插回宽频Modem 的线 另外 本身要插的电源 拖板可以插在上面的Pass-through 接着另一端就是插到我的房间 再把我房间的电脑LAN线插进去 其他拖板电源那些 就直接在这个Pass-through 插进去 这样就完成了 接着去回TP-Link 的手机APP 查一下这个连线状况 就发现新的这一对Home Plug 效能是比较差 连线速度本身比较慢 比较下 两对平价之间的连接速度 只有334Mbps 在同一间房的AZ-Tag 有931Mbps 而同一间房间的8630p 就有569Mbps 结论是买错东西 浪费了400元 於是第二天再去买另一只 高阶版本的9020p 同一样有AZ-Pass-through 另外AV-2000的标准 理论值可以达到2000Mbps 7-8扣 剩下1000Mbps 而最后可用的速度 其实会更低 一会测试一下 这一对有两个LAN-POD 依然是三年保养 开箱来看看 打开箱 面头依然看到有这一张保用症 另外就是一对Home Plug 再揭开底下 有两条Cat-5的LAN線 另外也有它的简易安装指南 开TT-Link的电脑App 就可以看两个Home Plug 之间的理论值有多快 大概都有1000Mbps 比我之前中阶那一对 大概有700Mbps 是快的 另外再给低阶那一对 平均300-400Mbps 真实就去回OFCA的网站 測一測 我们用1000Mbps的宽频 暂时看到Latency 是4.3ms 另外下载速度 是超过200Mbps 现在Upload速度 都有230多Mbps 而这个速度 基本上都是稳定的 连续测三四次 至于我用旧的8630P 的设计器 基本上只能够到180Mbps 而Latency 也差不多 如果用最便宜的 那一对7010P 那些速度 只能够到130Mbps 简单开箱和测试 看完 为什么我又会买这么多 Home Plug 今天买的 为什么我会买的 因为想追求高一点速度 和稳定性 这一款 比较多孔 多孔 会不会散热好一点 但我买这一对 比较慢 因为它飙升了1000Mbps 而它打完接后 真正能够到 Latency 的速度 是30Mbps 原先我这一对 是Latency 有700多Mbps Latency 700多Mbps 有接近200Mbps 真正的 200Mbps 比较快 没办法 买了 不就算 便宜了 400Mbps 这一对 一对 应该400Mbps 你会找到 所以 今天 买到2000Mbps 来试一下 其实我都不肯定 会不会快一点 但买回来试了 又发现 真是快 其实 越漂亮的Home Plug 用出来的速度越高 用出来的实际效果 都会好一点 但其实 除了 Home Plug 要买得贵 或者买得漂亮之外 还有很多方法 可以改善Home Plug 的效能 第一件事 就是你的电网 你家里的电源 原来都有很多雜讯 每一件用电的产品 本身对电网 都有干扰 尤其是一些手机火牛 摩打 这些东西 全部都会干扰到Home Plug 的运作 根据经验 差不多每开一件电器 就会影响 这些Home Plug 的速度 大概10-15Mbps 以上 你开多几件 Home Plug 的速度 很快就降到很低 但是很多时候 有些电器 是无可避免的 你都要开住 比如风扇冷气 你都要迫着开 你不可以为了电网 而关掉你的电器 但是原来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一些有雷波功能的拖板 这些雷波拖板 除了防止电力里面的一些雜讯 去走入电器之外 也都防止电器产生了一些雜讯 落回电网 所以你如果将大部分的家庭电器 都通过了这些雷波拖板来插 那你整个屋里面的电线 就会干净很多 少很多的雜讯 于是你的Home Plug 在里面執行的时候 运行的时候 就会速度快一些 和干扰小很多 但是要留意 Home Plug自己就不要插到那些雷波拖板 大部分的拖板 都是不支援Home Plug 会隔掉它的信号 当然有少数比较贵价 原先已经设计给Home Plug用的拖板 是可以直接接駁下去的 到最后可能有朋友会问 Home Plug好像都挺麻烦 而速度最终走到出来 都是200Mbps 那为什么还要用Home Plug呢? 可能有朋友会问 用WiFi Mesh 那就可以了 但其实WiFi Mesh 未必所有的情况都能用得到 或者效果都好 例如我现在这个状况 我要工作的房间 其实WiFi很难射到下去 我要加很多的WiFi Mesh 才有可能把信号射到进去 而且其实都不是很好 自己试过 效果大概做出来的速度 都是50Mbps 那效果比Home Plug 是差很多的 另外 Latency 亦都提及到 50-60Mbps 相对 Home Plug 只有几个MS Home Plug Latency 低很多的 有些朋友担心WiFi 无线电波太不安全了 用WiFi Mesh 的话 你就多几个WiFi 基地台 或者类似的装置 在附近 所以 如果健康考量的话 用Home Plug 会比用WiFi Mesh 来得比较好 好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 按个like 另外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之后再按旁边的钟 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精彩的影片了